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月或是半年政坛的动荡跟变化 这一点比较遗憾 像昨天我们跟大陆的网友林染连线 跟林染连线我个人收获很多 也学习很多 这种对话是比较有意义的 接下来一个小时我要跟你讲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巴勒 巴勒 没什么营养 我还担心有些听众朋友不爱听 那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蓝的喜欢听 蓝的歌功颂的 然后绿的喜欢听 绿的在那边 吹嘘吹捧等等 那白的也是一样 白的就是喜欢去看白的 哇 柯文哲好棒啦 黄国昌如何如何 各取所需啊 投其所好 那愿意听实话 愿意这个 认真去了解真相的不多 配合演出的比较多 我们台湾的政论节目啦 主持人跟名嘴 因为有的要收视率嘛 有的要点阅率啊 然后有些来宾 有些名嘴 就是故意讲你喜欢听的 这个 我也不要去批评别人 那可能也很多人批评 我没有关系 我们先做这个 今天这个意见调查 请大家想一想再投票 我刚刚有看了一下 我在YT 因为我是一个小时之前 在YT就贴出来了 一个多小时之前 我看到投票结果 就是一个小时之前 投票结果 我脸都绿了 没有关系 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贝列晚餐的 听众朋友跟网友 国民党加民众党 联手否决了复议案 民进党跟行政院 即将提出示线 请你预设大把关 判决以裁定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个选项呢 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获胜 第二个选项呢 是民进党跟行政院获胜 第三个答案是 不知道别问我 好不好 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这个网路投票的意见调查 也要请我们现场的朋友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一键三连 点点关注 点点赞 这个是学那个868的这个黑哥啊 点点关注 点点赞 我每天看他的这个视频 都被他洗脑了 来走一个 没有 不是走一个 这个 这个 他现在在新疆搭帐篷 啊对 我昨天跟大家讲 那个河南的那个小袋 他的那个香油跟芝麻酱 是这样子 大家如果要买的话 呃因为我自己没有在下厨了 所以我不会跟他买 因为我用不着嘛 那如果 听众朋友想要帮这个小袋 这个加油打气 呃我要先告诉你的 是第一个他的东西不便宜 为什么不便宜呢 因为他的是 他不是机器做的 他是不能不能讲不是机器做 呃应该说他是古法研制的啦 他一个比较高纲啊 那那个比较成本比较高 好 这个要特别跟大家讲 他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他东西比较贵 但是品质也比较好 第二个呢 因为这个 你也知道说有这个 这个进出口的问题 有海关的问题 呃 所以 虽然我跟大家推荐这个 小袋的这个香油跟芝麻酱 可是我们这边 如果你要买的话 你要先 要先问清楚啦 好 因为淘宝的有些东西 不是你在这边下单 他就能够运过来 这点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好 因为我昨天看小袋的那个影片 他也有在讲 我请大家特别的 如果你要捧场 那因为我是觉得 这个 这个河南的这个小袋是我 我看了大陆这么多的直播里面 我觉得 他的影片是最好看的 就是 你会觉得说 有时候你 你觉得自己 很郁闷啊 然后 心情不好什么的 你看了小袋的视频 就你会觉得说 你有什么资格心情不好的 要努力向上啊 我跟大家推荐啊 这个小袋的影片 其实他拍的都很短啊 有时候他比较 比较水 他的这个 有时候他的这个直播 不是直播 他的这个视频啊 影片两三分钟四五分钟的比比皆是 他就是拍很日常的 他跟他爸爸学磨香油啦 然后他这个下厨煮饭给他的家人吃什么的 其实不是什么 他也他也没有跑去什么 跑去非洲啦 跑去什么西藏啦 新疆什么 他就在他家跟他的家人这样生活 这样的 我觉得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影片 他的这个频道特别好看 好这个也跟大家推荐就是 就是你看了你会觉得 我也要努力 我没有我没有资格躺平 我不能摆烂 那我要跟小袋学习 就我觉得他的他的 他的影片能够做到这样子 他的频道能够做到这样子 真的是不简单 不简单 这个大陆的农民工 呃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非常推荐 好那如果你要跟他买东西的话 这个我是希望大家 如果你有在煮饭下厨什么 香油芝麻油 芝麻酱啦 香油芝麻酱什么 花生酱什么的 可以这个给他捧场 给他加油一下 好这个 我觉得算是大陆 非常脚踏实地 而且这个 这个努力向上的这个 这个农民工 像他们河南的 那个媒体啊 河南那个叫什么 河南日报还是什么的 还有去采访他 就是他本来是 去YT打工的农民工嘛 他回来自己创业 好也在他们这个 他们县城 这个也算有点知名度 这样好 这个李李大大讲的 李李大大 这个意见到此好 请大家投票 嘿 对那个YT的农民工小袋 你去搜寻就有了 嘿 好 谢谢大卫1978 你有看哦 真的好看 嘿真的好看 不是置入啊 小大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 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我们那时候不是没有鸡蛋吗 他那时候人就在上海 然后他每天就是 早上五六点 就跑去工地的食堂打饭 然后就是一碗西半 然后什么一个什么手抓饼 然后就一颗鸡蛋 我那时候就讲说 哇你们怎么 那么奢靡 这个大陆的 大陆根本不缺蛋 那高家瑜不是瞎掰吗 他说全世界都缺蛋 全世界都缺蛋 我看他小蛋每天都在吃蛋 然后全世界都在缺蛋 听你在乱讲 民进党高家瑜这些人 就是每天胡说八道 习惯了 全世界都缺蛋 如果全世界都缺蛋 巴西怎么会卖蛋给你呢 对不对 全世界都缺蛋 然后我们还有地方去跟人家 进口这么多鸡蛋 你讲的就矛盾啊 然后我那时候在我们观点的频道 我就说 这个小代这个农民工 我看他都在吃鸡蛋啊 哪里有缺蛋 结果 这个事情还上了那个 他们那个叫什么 什么热搜还是什么的 那时候小代也还在讲 这个算是我老乡啦 因为我的祖籍 这个我的祖先的牌位写的是尹川啊 尹川 这是我们成家的这个祖先的牌位写尹川 尹川是在河南啊 就表示我的祖先的祖先就是河南人 那不然不然牌位上怎么写尹川 对不对 就是我小时候以为我是福建人啊 因为我都说台语 我们可能是福建人 其实那个尹川城是在这个老家是在河南啊 那小代就是河南啊 他的他现在是在 他应该是在驻马店嘛 然后那个胖龙在周口 所以我们跟他算是这个 这个500年前算是老乡 好 那个来来来 那这我们先来影片来 我先播一段这个今天中天啊 他们在这个蓝鸟行动啊 这个这是1分02秒嘛 来来来 我们来我们给播 这个他就访问了一个民众 这个我播一段影片给他 不能一直聊天啊 一直聊天太水了 来我们播影片给大家看 任何一个法案都没办法通过 所以我们国会难得有今天在野 我们所以要支持国会 一定要推动改革 要不然国会永远没有办法 所谓的在立法院能够占有议习 为了我们国家将来 为了我们国家的希望 所以我们必须要支持国会改革 那您认为为何民进党不想要国会改革 因为现在很多贪污的弊案 包括蛋了也好 包括这个疫苗也好 包括快筛也好 可以不胜美举 那如果说今天国会再不支持改革的话 这并案永远石沉大海 永远没有放 倒霉的是谁 是我们台湾的老百姓 我们每一个的 我们的下一代都要倒霉 我们就为这个出来的 我们就为这个出来的 不过大哥你们几点就倒霉 因为今天很热 要待到过十点 所以我们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不怕热不怕苦不怕懒 我们要永远支持他 就算我们今天倒霉 我们要支持国会改革 这位大哥讲的好悲壮啊 就算倒霉了都要支持国会改革 来 阿智给我第一标来 第一标 这个我想说 哇 这个民众被误导的厉害啊 你看这位大哥讲的慷慨激扬 我看了我也是傻了 好 你知道这个媒体啦 这国民党的立委 这个洗脑的威力有多可怕 他就把国会改革讲成是要查弊案啊 韩国瑜啦 傅昆琪啦 谢龙介啦 徐巧新啦 就是变成是查弊案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我们要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谢谢 来 我是陈辉文 这个 没关系啦 因为我就跟你讲说 这本来就很巴热的题目 然后也很难讲得清楚 我这个尽我所能 那无愧于心就好了 整个国民党 整个国民党的立员党团 因为今天朱主席 然后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建廷 他们也都上台在那个蓝鸟那边去讲话了嘛 这是整个党 包括立员党团 要一起这样子沉沦 我基本上我没有什么意见了 好 这个刚刚我们的网友小叔说 要相信徐巧新 这个是刚好巧合啦 因为刚刚我才跟阿智来 来 阿智我们换一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昨天徐巧新讲的那一段 播给大家听啦 你要相信徐巧新 你可以去看徐巧新的直播 你要相信徐巧新 你不用来看我的节目 他讲的是错的 来 我播给大家听 我们有一些选民朋友 怪罪我们 你们立委为什么没有查出超市鸡蛋案 你们为什么没有查出疫苗的弊案 你们为什么没有查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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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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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没有查出这些案子 我跟大家说我们很抱歉 但是我们不是检察官 我们也不是司法官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有调查权 有听政权 我们就更能够有机会 把这些大家觉得有疑点的地方 攻诸于世 那个小叔你可以离开我的直播去听 徐巧新讲 他只讲对了一半 徐巧新说我们不是检察官 对啊 就是当民众无知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 你要教育你的选民说 这些案子查不出来 你不能叫立委去查 你这些老百姓 你怎么叫立委去查弊案呢 韩国瑜 傅昆琪 徐巧新 谢龙健 你们在讲什么呢 怎么会是国会改革在查弊案 你们到底在鬼扯什么呢 刚刚前面播的那位 那位大哥 就算倒下去 我们要支持国会改革 你也好了 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你们不能把国会改革 跟查弊案画上等号 还怎么相信徐巧新 你去看别台就好了 你去看徐巧新的台 你看我的台干嘛 他只讲对一半而已 徐巧新讲这个真的是 这个就是标准的误导 我就算给你调查权 给你听证权 你也查不出来 还什么公诸于事 就你自己都讲说 你不是检察官的 那你要查什么呢 那阿智给我宪法那一张 连宪法都不看 你们是立法委员 中华民国宪法不看吗 中华民国宪法不是写得很清楚 立委有什么权力上面 不是都写的吗 立法院的权力是什么 法律案预算案嘛 这个法律案跟预算是 每一个会期都会遇到的 像这个会期就是国营事业的预算嘛 下一个会期就是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一年有两个会期嘛 第一个会期就是 你现在看到这个会期就是 国营事业的预算 下一个会期是 中央政府总预算 就是明年的这个总预算 就是2025年的预算嘛 就是下个会期就是 9月开一的那个会期 就要审了 90是112嘛 然后第一个会期就是2345嘛 这是法律规定的啊 就是法律案跟预算案嘛 法律案是什么 就是 比如说调查局组织法 比如说NCC组织法 这种法律案嘛 戒严跟大赦这个很少啊 戒严跟大赦这个知识体大 宣战跟构合那更是离谱啊 宣战跟构合这个还得了啊 什么条约案跟国家 其他重要事项之权 你看了现场 他没有跟你讲说 立委可以查弊案啊 谁跟你讲说立委可以查弊案的 谁告诉你了 谁教你了 这国民党就是一直在唬烂啊 就乱扯啊 一个这么大的党 然后每天骗你说 我们国会改革要查弊案查弊案 赖清德都当选了 你要查弊案 赖清德当选总统 你要去查民进党的弊案 我问你哦 这个其实我讲过了啦 我们22个县市的得票率 赖清德得票率最高是哪里 你去问谢龙介啊 谢龙介那时候讲说 哎呀我们这个侯友宜 可以拿到南部的票 他根本票就没开出来 侯友宜不止新北市输 连侯友宜的家乡他都输啊 侯友宜你不是嘉义人吗 嘉义人都不投你了 你嘛好了 侯友宜在新北跟嘉义的得票 都输赖清德啊 那也就算啊 台南的票根本没开出来啊 同样的选区 就是台南市就一个选区 我们用台南市比台南市 谢龙介书 黄伟泽4万多票 4万多票 大概5% 就以投票率来讲大概5% 得票率啦对不起 得票率5% 4万多票 谢龙介在台南市长 书黄伟泽4万多票 侯友宜书 赖清德书28万票 赖清德得票率最高 全国县市得票率最高 就在台南啊 你不是每天都会跟我讲 台南有弊案吗 台南有什么光电啦 88枪啦 什么卢渣啦 什么议长会选啦 你们不是讲了一大堆吗 结果 请得来 台南市的得票率是最高 全国最高 侯友宜光 他全国输赖清德90万票 光一个台南 他就输28万票啦 高雄他输32万票 这两个加起来就60万啦 侯友宜输的票 三分之二就是台南加高雄 高雄输32万啦 但是高雄人口比较多啊 高雄的人口比台南多很多 台南输28万 高雄输32万啦 我跟你讲 2020在台南市啊 我刚刚说谢龙介书 黄伟德4万多票嘛 对不对 4万多票 2020 韩国瑜在台南市输 蔡英文输 44万票 44万票 你看输得有疼喔 你们每天都说台南好多弊案 对啊台南好多 你就算不贏了 你不是说 泰清德本命区吗 你不是跟我讲说 台南登革日死很多人吗 台南登革日死很多人是真的啊 台南登革日死很多人的时候 台南市长叫什么名字 不是黄伟德呢 不是黄伟德啊 那个时候的台南市长叫做泰清德啊 你去门谢龙介啊 看我讲的这件事啊 他们台南人也是又要投 泰清德根本就不是台南人啊 泰清德老家在万里啊 在台北关啊 他哪是什么台南人 台南人会把他弄出自己人 你看 你看 怎样疼痛 也是要回到泰清德啊 那就是一天到晚要查弊案 那个81%那张给我 我的那个意见调查 那个81% 我不晓得要怎么跟你讲 你才听得懂 听不懂的我就放弃了 这是三天之前我的意见调查 泰清德就任总统满月国民党未来四年的首要之务是什么 党内改革与民对话8% 动员群众对决青鸟3% 推服国立民的法案8% 追查民进党弊案81% 两万三千个网友来参加我的意见调查 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这个就是 你来捧场嘛 你当然包括很多路过了啦 阿比斯林 那你两万三千多人来投票81%要查民进党的逼案 阿你去有人洗脑洗到这样 我 我不免得在这儿回头啊 回头啊 我我我何必忧国忧民呢 各位听众朋友是我的错吗 是我在误导你吗 我讲实话你不要听啊 你要听谎话啊 你喜欢听谎话嘛 查弊案 查弊案 查什么什么疫苗 查什么光电 查什么什么什么 鸡蛋什么的 你喜欢听那种的啊 他投你所好嘛 因为你仇恨民进党嘛 蔡英文八年 高端有问题 疫苗也有问题 很垃圾 买钱 你们政客 你们去洗脑这些民众嘛 那你查给我看啊 那给我第二标来 立委不是检察官 徐小金讲了 都很抱歉 我们不是检察官 那这样就对了嘛 你查弊案 你最快就是2028啦 你怎么 现在才2024呢 今年不是2024年 不然是今年是几年 你没有别的事情做吗 我们要查民进党的弊案 朱立伦啊 胡昆奇啊 韩国瑜 你们就是在误导大家 有些媒体就是每天 有些政论节目 就是每天在查弊案啊 你 朱立伦 你 你查会多少 痛的 说痛的 说这个没输而已 我们要查民进党的弊案 民进党不给我们查 就是怎样 怎样 然后下面 大家都被洗脑 你很容易被洗脑吗 你很容易被带风向 人家讲什么 你就听什么 陈慧文 你反对查弊案 你被民进党收买了 你怎样 是你自己听不懂啊 你的水平不到那里啊 就是你比较去适合听那种 帮国民党擦脂抹粉的台啊 蓝鸟台 你比较适合去看蓝鸟台 这个怎么样 这个 我们怎么样什么的 你看青鸟台多少人 我们怎么样 你看那个比较爽啊 你看那个比较带劲啊 我跟你讲实话 你听不懂啊 你听不进去啊 带第三标给我 第三标 谢谢 那你国民党的立委 你要集体这样子 我没有意见啊 我怎么会有意见 那个 给我换那个 那个 弊案现行那个标 有没有 那个图 那个 蓝鸟的那个图 那个 他是写蓝鸢啊 蓝鸢翱翔 弊案现行 哇 这个好大的口气啊 力挺国会改革 蓝鸢翱翔弊案 这个是国民党做的文宣啊 叫做蓝鸢行动啊 所以我就说你国民党 我就直接点名啊 像许小新 谢龙介 我很失望啊 为什么 这你们两个也跟着 护鸥鸢翔弊 在那里拉你听到吗 你国民党有54个立委啊 包括友军啊 高金苏梅家 陈超敏 54个 54个都跟着党中央走 都跟着立院党团走 对 我们要国会改革 对 我们要查弊案 没有一个逻辑清楚的嘛 蓝氏宝 蓝氏宝 你干了七届的立委 你告诉我立委要查弊案啊 我刚刚就亏郭振亮亮哥啊 亮哥自己好朋友 亏一下没关系 我说郭振亮当立委十年 你查过什么弊案 你告诉我 他当过十年的立委啊 他现在是超级网红啊 想要有流量就要找亮亮啊 郭振亮以前当立委的时候 我怎么都不晓得 他有查过弊案啊 陈水扁的年代 他就在当立委了 你看他多久以前啊 亮哥选过区域立委 他也当过部分区立委 他什么弊案都没查过 郭振亮在打混 郭振亮在摸鱼 那我就问蓝氏宝啊 蓝氏宝 你干了二十几年的立委 你不要笑死人啊 七连霸二十几年啊 蓝氏宝 你查过什么弊案啊 讲两件我来听听看来 不然这二十几年 你都在睡觉啊 你做二十几年立委 都没有查弊案 那是我那个 待会那个四跟五 要一起上啊 好不好 你安排一下 好不好 谢谢 好 麻烦你 很奇怪啊 你们 你们五十四个立委 都跟傅昆琪一样吗 我就点名 徐晓星跟谢龙介 你们就跟傅昆琪 傅昆琪说查弊案 因为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沉默的螺旋啊 我知道 谢龙介跟徐晓星 有压力啊 赖世保 你也有压力 但是 我觉得你们 比较可惜啊 因为 徐晓星跟谢龙介 是第一次做立委嘛 赖世保 是当 第七届啦 国民党 最资深的立委 是赖世保啊 柯介民 是当第十届啦 柯介民 比赖世保还老 立法院 现在最资深的立委 叫做柯介民啊 国民党 最资深的立委 就是赖世保啊 赖世保 你干了二十几年 你查过什么弊案 我什么都没听过 没有 没有立委 在查弊案的啦 你说这就不说了 所以 我觉得国民党立委 很可惜的 就说 你们没有人 大家就一起 今天每个国民党立委 都赖手啊 我们要当蓝鸟 我们要当蓝银 我们要查弊案啊 你也好像 你在 整组 整个国民党 去打假球 去骗选民啊 我们要查弊案 你们要支持我 乱讲啊 唉 这 这是没办法 这两个标好了 给我 你把它秀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没有要帮谁讲话 你听不懂的 我没办法 你喜欢听谎话的 你去听别台 你要去听那种洗脑的 准备跟民进党书娘 什么的 你去听别台 你听我这台 你听不懂的 国会改革 如果这么重要 2008到2016 国民党为什么不做 2008到2016 国民党不是完全执政吗 我有讲错吗 是国民党现在每天都跟你讲 国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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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去笑 那你 你之前马英九那8年 你马英九是总统 立法院 国民党是过半啊 我不是跟你讲说 修宪的门槛是85吗 85席嘛 113的4分之3是85 我是陈辉文 讲到昏头了 都没有注意到广告时间到了 非常抱歉 我们今天有那个网路投票意见调查 还剩下7分多的时间 麻烦大家来捧场 国民党加民众党联手否决的复议案 民进党加行政院即将实现 请你预测大法官判决与裁定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个 国民党跟民众党获胜 第二个 民进党跟行政院获胜 第三个 不知道别问我 我们还有7分钟的时间 请大家这个投票 那没有关系 各位听众朋友 不是说我故意要取高和寡 也可能是因为我 这个主持节目论述有问题 然后大家比较喜欢听洗脑的 这个我也比较没有 我也无所谓 那同样的标准 我刚刚讲说85席可以实现 国民党在2008年的时候 国民党他的友军 加上国民党立委是86席 你没有听错 你就知道民进党那时候输得有多惨 2008年时候民进党只有27个立委 27 你去问柯建民 86加27点113 我的数学没有错 86加27点113 那你国民党那时候为什么不修什么国会改革 那2016到2024蔡总统也是完全执政 民进党也不国会改革 所以两个党都在跟你骗 你帮柯文哲讲话 柯文哲叫做柯莱尔 我说柯文哲是柯莱尔 柯文哲还不敢去告我 因为柯文哲习惯性的说谎 他说谎的例子太多了 他如果真的告我 我到法院一条再跟他讲就好了 他告不赢我的 他就是一个说谎的人 可悲 一堆人要支持柯文哲 实在太好笑了 没什么好谈的 我没有再帮民众党讲话 阿斯给我那个四分之一来 我们给大家看那个 你其他的那个框把它拿掉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是立法院今天的表演 就是我刚刚跟钱子开玩笑说 这个做布条的厂商发大财 国民党这个 这是很像国民党都今天都 这个可能就有dress code 大家都穿一样的服装 民进党是大家乱穿 民众党很像有 也有大家都穿这个背心什么的 这个之前我跟大家讲 这个总统得票率 区域得票率 部分区得票率 跟立委息事的比例 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到说 因为民众党只有八席立委 所以今天合照的时候 当然只有八个立委 可是我告诉大家 我相信柯文哲跟黄国昌 这样玩下去 民众党下一届立法院 应该不止八个立委 他只会变多不会变少 因为小草会长大 小草被柯文哲 黄国昌这样子 他们很开心 他们认为 投柯文哲 投民众党很光荣 我只能祝福 我能讲什么 那我特别跟大家讲说 国民党是不值得 有这么多立委 国民党有48%的 立委息事的比例 是不正常的 你凭什么有48% 你的总统才拿33% 你的区域立委 才拿40% 你不分区的得票率 才35% 你凭什么有48%的立委 你是虚胖啊 那你有虚胖的席次 朱立伦 傅昆奇 你们在干什么呢 你们在胡搞瞎搞啊 你们在跟赖清德 柯建民配合演出啊 你们就跟 因为黄国昌是在利用你们 因为黄国昌 他们巴喜能干嘛呢 黄国昌在48委员会 提案 电法务部 电司法院 配合黄国昌 签名联署的是谁 就罗志强 谢龙介他们啊 什么什么 吴宗宪啊 翁晓琳 那几个国民党立委 黄国昌需要提案 因为在委员会要三个人签名吗 我来帮黄国昌签一下 黄国昌说 中天是红美 他跟馆长都是反中天 反这个中士 黄国昌跟馆长 不会讲国民党一句好话啊 以前都是糟蹋的啊 然后国民党现在去帮黄国昌 去帮柯文哲 我不晓得国民党 就像傅昆奇 傅昆奇 你那时候被抓去关的时候 黄国昌怎么骂你的 怎么笑你的 你忘了吗 啊 现在就一笑民恩仇 为了在立法院 新风作让 跑去跟民众党合作 民众党真的很开心 为什么 他那巴袭能干什么 你国民党要来给我拜托啊 你来给我鼓掌啊 你是被柯文哲 还有黄国昌给利用的啊 你们为了当立法院长 为了推韩国医去当立法院长 去跟柯文哲去合作 你到底换到什么呢 对啦 各位听到没有 你可以解读说 陈慧文你就是讨厌 朱立伦跟傅昆奇 对啊 朱立伦跟傅昆奇 我骂几年了啊 所以我特别谴责 赖世宝 谢龙介 徐巧新 你们干预在 朱立伦跟傅昆奇的领导之下吗 国民党这么多立委 五十几个立委 朱立伦的领导是对的 傅昆奇的策略 这个战术是对的 是吗 你确定朱立伦跟傅昆奇 带领国民党的方向是对的吗 那你们觉得对 我也没话讲啊 我没有参与 我又不靠朱立伦跟傅昆奇吃饭 我没有同侪的压力啊 因为我不是国民党的党团啊 我没有压力啊 我只能告诉你 朱立伦跟傅昆奇是错的啊 他讲的那些东西都是错的 你大家 你们到底在闹什么 我简单讲 因为我时间 这个待会要讲一下那个投票结果 台北地监署今天发布新的人令 新的检察长出来了 这个新的检察长啊 台北地监署新的检察长是 之前蔡英文的调查局局长 全天下第一署 90%的重大案件都在台北地监署手上啊 现在的法务部长就是以前的台北地监署检察长啊 那以前在台南的时候你问谢龙介就知道 当年他在台南当检察官的时候 他就认识赖清德啦 那很久以前的事情啊 可能一二十年前的事情啊 那个都老掉牙啦 那谢龙介讲过啦 所以赖清德用他的人当法务部长 赖清德用蔡英文的调查局长当台北地监署检察长 你怎么还在期待要查弊案呢 检察的行政控制在法务部长手上 天下第一署控制在台北地监署检察长手上 你要查什么弊案啊 调查局长是赖清德轻点跳升的 之前在调查局抓匪谍的处长啊 国家安全维护处的处长 他直接让他跳升 跳过一个主任秘书 跳过三个副局长 他直接让他跳升当局长啊 你觉得这个处长现在变局长 他不会对赖清德感恩戴德吗 如果没有赖总统 我跟你讲啊 如果不是赖清德让他跳升局长啊 可能这辈子他都掉 都当不上调查局长了 前面有三个副局长 有一个主任秘书 你知道排队要排几年吗 很多调查局的人都是在副局长 卡在副局长那个位置 隐恨退休的啊 像那个吴立真啊 林林兰啊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调查局的这个 这个资深的这个高阶官员 都卡在副局长就上不去就退了 一大堆啊 赖清德用人有一套啊 我就让抓匪谍的处长 跳升局长啊 那你觉得这个局长会不会 会不会为赖清德效命 用膝固先就知道了 一天再就要查弊案 好了吗 这好了吗 好来来来 你直接把它cue出来 谢谢 好 这个总共有800多位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这个意见调查 来 这我看这边比较快 因为老花眼 这个 请你预测大法官判决以裁定的结果 不知道别问我的10% 这10%的朋友你们是来来电50的吗 男来电女来电你是来交朋友的 不知道别问我你来干嘛 有10% 有28%的朋友认为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会获胜 28% 认为最后结果是民进党跟行政院获胜的有60% 国民党跟民众党获胜28% 那阿兹给我那个 我的那一张那个 这28%的朋友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都不知道 但你来看我的节目干嘛 大法官的判决跟裁定会是会国民党跟民众党赢 大法官是绿的 他大法官都绿到出资 我跟你讲我一个多小时前在我的YT贴的 一样的题目 2800多位朋友的投票 一个多小时之前结的图 认为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获胜的是66% 也就是说在我YT的频道的投票 有三分之二的网友 大约 就是这个大约 三分之二的网友说国民党跟民众党会赢 在我们飞碟晚餐的投票呢 大约28%嘛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 国民党跟民众党会赢 各位乡亲 因为我跟你解释过 他会部分核心部分违宪 但是最关键那几条一定是违宪的 这个想也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 如果最后大法官判决跟裁定的结果 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赢 我还有脸座在这里吗 我还好意思来主持节目 挖个地洞躲起来好了 怎么可能会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赢 你们是在想什么 那些投66% 投28%朋友 你们是来跟我 跟我呛赌的就对了 我就知道陈辉文 看了这数字会很生气 我就故意来投这个 不会啦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对不对 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子 整个国家要乱下去 赖清德当总统 一个多月以来 你也看到鸡飞狗跳 这个就不在话下 就不谈了 整个国民党在朱立伦跟傅昆奇的操盘之下 要胡搞瞎搞 赖世宝不讲话 谢隆介不讲话 徐晓星不讲话 我也放弃啦 我对王宏卫没什么期待啦 因为王宏卫的这个三观很离谱 我不跟他计较 没什么好谈啦 那赖世宝 谢隆介 王宏卫 赖世宝 谢隆介 徐晓星 你们都不讲话 那我就不要讲啦 一言之也没什么好期待的 我讲这个 他敢听我的意思 那你们都不敢讲嘛 你们就 福音 那个 朱立伦跟 傅昆奇的领导嘛 那我要讲什么 我当然是回家打电动 我回家追剧啊 我在跟你阿伯 我有什么好心情不高兴的 我没有不高兴啊 你国民党要这样子玩 你要去欺骗你的支持者 你去欺骗啊 你就跟他们说 你要查弊案啊 去查 你觉得大法官 最后的判决跟裁定会是国民党赢 你赢给我看啊 我刚刚就跟亮哥讲的 他暂时组分一弄出来 你连耍宝的机会都没有 他一天都不会让你查的啊 不是说我要骂大法官 因为 现在的大法官 跟我们当年的大法官 是完全不一样啦 当年 这个 翁月生 当院长的时候 那些大法官还有几个值得期待的 现在这些 清一色是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 你要谈什么呢 谈他们是浪费时间啊 我告诉你 全部都是绿的 你要谈什么 对不对 没什么好谈的啊 你觉得大法官会做出什么裁定 会做出什么判决 你还在想那些 那我就不要跟你 我不要跟你 我不要跟你抢那些难听的话 没有必要 也不要跟你什么赌鸡牌什么的 那些都没有必要 为什么 我要保持身体健康 为什么 很快 你就可以验证 陈辉文 看起来 一句腿腿 这句还被他讲中了 你看就好了 我很有把握的 你等着看就知道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再见 就爱点你 UFO